头脑是领受资讯 是我们处理资讯的一个器官 但是不见得是领受启示的器官 是 领受启示是透过我们的灵 所以当我们 我们就不能够只是用头脑 来做这个 主我想要知道 我想要知道 祢跟我说话 怎么样跟我说话 其实需要发展我们的灵 那这不是说 我这么说不是说 我们是反制的 我们是认为头脑是没有帮助的 而是很多时候 我们听到神的声音 跟我们领受一个启示 是我的灵跟神的灵相交 而在我们这个 很深的相交的时候 神会把启示放在我的里面 那么神会把Rema告诉我 而这个Rema需要用我的头脑 我的头脑需要去查验 这件事情 所以我的头脑要看看 这个Rema 我所领受这个神的启示 跟我知道圣经里的道 Logos 是不是相合的 我现在所听见的这个声音 跟我所知道的神的道 是不是相符合的